這組的儀式 中華隊第一承的對手是巴拿馬 結果是真沒順勢 專長擁用到八個豆手 也許是沒人的台外 還對風還沒來 香港出到十四機的暗打 最終是五比十二 中華隊來戰敗 總教練練過評說 豆手是失敗最大的原因 如果沒有 這兩隊的暗打手是很接近 如果有的打擊者都很出色 尤其是日本的棒球解決發展的這位好手 五連丁 進正讓網友來警察說 是來盜人所的 也不過人家在丹丁說出到三機的暗打 包括一機兩分的全輪打 如果沒有 中華隊強行的方 提前來結束比賽 另外一輪手 中學生也有兩機暗打 比賽後 中學生在IG發文書 感謝救命的支持 鼓勵大家加油 說後一段要領回來 日本一三四個的棒球經典賽開始比賽 中華隊第一次對巴南雅雖然 五比二輸起 不過幾位中華英雄好表現 以為很好救賣 真讚賺 去日本共球五連丁 真正好網友 警體公式來打開 不過面對巴南雅的導致鼓勵 他說出三機暗打 包括第七九 八九 兩分跑 有網友就提供為 表示說 如果沒有比賽走就拿走結束了 中華隊的暗金來的電容表現也很好 包括日立會的新郎 帝中天 說出三機暗打 還有一分的大點 而且第八九 三機暗打 如果說了好 腳踏也很嫌 尤其手 江昆雲 真有章就不在驚 有說出兩個暗打 如果說了好 收筆也很好 七棟相散 不如網友 警體公式 路邊的中玉生 不讓大家失望 說出兩機暗打 打到頭一分 帶動公司 對 先在比賽後 在IG也寫說 感謝各位求賣朋友加油 中華隊 明天暗對骨 伊塔利 我們說可以打到頭一頓的勝利 提金屬金 嗨 我是莊雨潔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雨潔一起看新聞吧 按照片 Việt 進發